这日上朝时,太平王呈上谋逆名单,主上立刻下令将所有谋逆之人判以死罪,李狐深知自己活不过今日,他知道萧斯温定会救出乌骨李,故求乌骨李带着习尹一同出去,习尹向李狐许诺,他日后便是为了夺大权而活,乌骨李更是誓死陪在习尹身边。 随后太平王前来送李狐最后一程,习尹跟乌骨李眼睁睁看着李狐喝下毒酒身亡,二人不禁痛哭流涕。 太平王放过了习尹,其实他知道习尹定会向萧家提亲,到时候自己再去提亲,萧斯温便没有理由推脱了,乌骨李跟习尹被放了出来,胡念带着萧燕燕去接乌骨李,可乌骨李却不愿意跟着二人回家。 乌骨李表示他已跟习尹约定终身,想要跟他一起离开。 胡念被乌骨李气得不轻,最后还是习尹让乌骨李先跟着家人回去,来日他定会上门迎娶乌骨李。 乌骨李回到家后,哭着求萧斯温允许他嫁给习尹,萧斯温表示他必须对乌骨李的一生负责,因此狠下心拒绝了他。 韩德让跟耶利贤已经猜到太平王是冲着胡念去的,于是二人从中设谋。 将习尹与乌骨李一事告知主上,果然主上得知此事后,仗择了太平王二世版,更是剥夺了他禁卫军指挥使的职位,还将此职位传于耶律贤。 耶律贤不由欣喜,可韩德让再三思量后,还是让耶律贤递上此表。 说主上信任耶律贤定会再次受官,但若主上是想试探,则会害了耶律贤。 另一边,胡念得知太平王因他而遭杖打,心里很过意不去,特意带着商药来看望他。 太平王为博得胡念的心疼,故意掩起了卖惨的戏码,更是让人将婢女送走,生怕胡念误会。 太平王为博得胡念误会。